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 中超联赛第25轮 巴顿打到左边前面 正在前面的单键投手贝利奇 看看这次进攻 打到进区里 坐下来 阻一 这脚球居然打偏了 这可是一次好的进攻机会 打到进区里 向前推的这个小斜线 以及连续的顺向传球 再坐回来给阻一 只是最后的这一脚 自己失了准头 放一个王进贤 巴顿和梅利达 巴顿直接打 这一下打到进脚 乌亚科反应很快 把球扑出 在大身后 脚后跟一磕 在进区里 左脚打门 打到了进脚 乌亚科没有放过这击射门 打身后 转身打门 有了 这一季定位球快发 造就了塞尔吉尼奥的进球 成功的配合 这应该不是战术 而是一次急性的发现 发现到了天津金门虎 在布置防守的时候 有点慢 防守当中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少儿已经响了 塞尔吉尼奥这一跑 足以心领神会 把球送出 转身直接打门 把球打进 叫球 发到后点 下尔吉尼奥的投球 有手球 有手球 这是一次非常明显的手球 苏元杰紧闭双目 再来看 这是 投球之后 下尔吉尼奥在后点的投球 是直接砸在了手上 要面对点球的机会了 点球 左脚 助跑 打 成功打进 角度非常刁 这一季进球 线路贴着草皮 塞尔吉尼奥 打进了这场比赛的 第二个进球 连续两场比赛 成城下赛 都在上半场短时间内 取得两球领先 苏元杰强行起船中 后点 投球 巴顿 进球来得非常快 这场比赛 25分钟的时间 已经出现了三个进球 但是这次进球 天津清门虎 打得极为简单 再来看 这是在边路的一对一 左翼位 廖成尖 慢了一步 给了苏元杰 起船中的机会 而另外的一侧呢 严志宇在投球的争夺上 能力确实不太够 没有提前一步 去靠身体挂巴顿 其实也根本没有 提前的观察 两个人同时倒地 没有享受 球来到进去 给后点 弹龙 弹龙 这招球居然打偏了 面带苦笑 再来看这一瞬间啊 对角之后呢 天津的队员全都停下来了 而 注意力更集中的是 长春亚太 解围不出去 贝里奇 进去外 回座 外围打一脚 远射 二点还有 躺得略大 在挑 五十分钟的时候 小将王振豪 被天津金门虎扳平了比分 那一会儿再看看补射之前 王振豪有没有越位啊 这是王振豪 职业生涯第十三场中超联赛 打进的第一个进球 再来看看这一次 远射的时候没有干扰 而且打的质量非常高 所以这一下呢 乌亚科虽然扑到 但是 只能脱手 二点的王振豪 第一时间啊 这球蹚得 微微有点大 但是跟上之后 选择了 挑射 崔奇 这球被金门虎断了下来 贝里奇 左边 中间已经有位置了 二点球再拿到贝里奇 到近距离 晃动 摔倒在禁区 慢动作一会儿再来看啊 贝里奇 假设真扣 这球其实扣出去的方向 就不太对 协微军胸部坐下来 最后的时刻 天津金门虎这一波的进攻 左边路 起传中 协微军 接上 天津金门虎在最后赌秒阶段完成绝杀 这是在最后时刻 我们来看 转到右脚之后的船中 谢维军的投球 长城亚太在这场比赛当中两次啊 在两个边路被船中投球破门 长城亚太连续两场比赛在最后时刻丢球 这球刚刚开出来 金经元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谢谢 谢谢 谢谢